举世瞩目的巴黎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 但奥运余热未减 民众的运动热情也在不断升温 与好友相约打一场开唱努力的网球 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8月12号记者来到北京丰台区一家网球馆 虽然是工作日 但馆内也没有空闲场地 多位网球爱好者正在进行回拍 奥运会当时的时候都是熬夜在看的 朋友也好教练也好 现在练球的热情也比较高涨 而且现在网球场地都比较紧张 像今天阅场地都是比较困难的 都是需要体验好久才能阅上场地 球馆负责人介绍 郑清闻夺冠带动了民众学习网球的热情 课程咨询和场地预定量 均出现明显增长 北京有三个家场馆 从三家场馆综合来看 奥运会之后 以往的同时期定场的增长率 包括黄金时间和非黄金时间 大概提升在14%到可能的16左右 具体的客源基本上以成人 还有青少年为主 往下来看 比如说青少年 包括成人家对网球的需求 可能会越来越大 这波网球热也促进了相关运动装备的销售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体育用品综合店 网球装备专区内各式产品琳琅满目 郑清闻同款球拍被摆放在醒目位置 吸引了不少人选购 这次奥运会 郑清闻他夺得了奥运的金牌 最近的话就是非常多的人都在讨论 然后也在询问我 要不要一起去加入这项运动 我也想就是考虑去买个球拍 然后尝试一家支撑运动 就是网球拍看一看 一是牌子 二是性能 还有看它的那个质量 之前上学的时候打过 郑清闻不在那个奥运会上夺冠了吗 之后也是网球迷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现在又想把那个网球捡起来 一旁负责给球拍穿线的穿线师也在忙碌着 门店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期网球装备销售均呈增长趋势 穿线服务的预约订单也明显增加 我们现在不仅是在销量我们的服装鞋子 销量增长最主要的点是在装备类产品上 从穿线服务来讲 去年我们预期每个周大概的穿线量 大概在30左右 那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增长到快到100亿 目前门店购买的人群 多为网球初学者和业余爱好者 在产品陈列上 门店也按照初级 进阶 专业等进行区分 满足不同客群需求 一些初级爱好者 那他们的需求是为了健身和娱乐 这种人群今年会明显的增多 那就购买我们的初级产品会多一些 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们想提升自己的运动水平 以及有固定频率的这类运动爱好者 他们对于中阶和高阶的产品的需求就会很大 我们现在引进了威尔森海的百宝利 这个是迎合现在顾客的需求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